大家好, 继续上一集, 和大家在游花园之后, 看到草和树木, 都生到原七八糟 所以这一集就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剪草 其实这个花园也是剪过一次的 第一次就买了图中这两把手动剪剪 剪篱笔和草剪到脱脚 结果这次就买了图中这两件东西 就是剪草机, 和一个电剪 首先看看这个环境, 即是是否很难找 立刻开工来剪 用这把手电剪,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香港也没有使用过 开始玩的时候, 挺好玩的 也挺容易剪 剪的速度也很快 但是呢, 剪完上面, 接着会剪到旁边 用的时间也是十几二十分钟 因为剪了泥巴 我觉得挺好玩的, 也觉得剪得挺整齐 但是呢, 剪一剪一剪, 然后大家会看到 一个环境的不同的变化出现 现在剪到旁边, 剪完之后 大家会看到一个急速的变化 这变化, 我的老婆说我剪得太斯文 怕我剪痛的植物 她也忍不住, 她要出手 由她来剪 把我之前剪的地方, 重新剪一次 相当重受 她的盐, 没有剪得太温柔 把我剪的地方, 由头到尾 再重新剪一次 她剪完之后, 效果如何呢 大家会看到 她剪得太多了 剪完前, 剪完后, 剪完里面, 剪外面 就剪成地 当然, 作为负责任的人 当然, 要全部剪完干净了 现在的视频可以看到 待会有一个全景 我开始剪草地 开着剪草机 第一次用, 不太熟手 操作上有些生疏 不要看, 因为草地那么小 是, 应该很快剪完 但是, 因为她 这部机有三种不同的高度去剪 她说, 由最高度 60mm 然后, 剪完之后 转到40mm 然后, 转到20mm 之后, 这块草地 我已经剪了三次 让大家看看 现在, 剪完之后 草地和尾巴的状况 真的相当不错 剪完前 然后, 立刻去剪后面 后面, 我老婆 会负责收剪樹木 我便开始剪草地 这边草地的剪法 跟前面一模一样 都是由60mm 40mm 20mm 各剪一次 即是说, 这个草地 亦都是剪了三次 即是说, 这个草地 所以, 这个草地 还会负责 这边的草地 还会负责 这边的草地 还会负责 这边的草地 还会负责 现在, 这个草地 已经很满 现在, 这个草地 已经很满 已经很满 好, 这个草地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究竟, 这个草地 剪完后 剪了多少草 稍后, 大家会看到 现在, 这个草地 已经去到近尾 了 现在最后一转 已经剪好了,树莫收剪了,草地已经剪好了 让大家看看环境,整齐了很多 和我之前上一条片比较,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很明显 剪得很辛苦,但之前也觉得舒服 让大家看看,总共剪了多少袋草 就没有在这里了 总共有四大袋草 我相信王岐山看到这条片应该很开心 有四大袋草,因为他喜欢 多谢大家,拜拜